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3月8日晚上在台湾台中中山堂的演出 吸引许多第一次来观赏的观众 从事录影旅游用品公司的徐董事长说 神韵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录影旅游用品公司董事长人称郎主的徐洪焕 带着两位外国朋友特地从台北赶来台中 看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 我们那两个外国客户是从瑞典来的 哇 他们跟我讲这是incredible 就不可思议的 对他们来讲 this is really fantastic performance and show they will never forget 第一次观赏神韵演出的徐洪焕 非常惊讶神韵演出如此特殊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中国人之光啊 我下一次一定会再请我几个外国客人来看 从事金属工业的红文章 全家五位兄弟及轴离 一共十个人都是第一次看神韵 红文章说大幕一拉开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第一眼就是那个布幕打开的 很震撼 真的是很棒 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红文章平常利用工作所剩的材料 从事金属雕刻 对雕刻艺术颇有研究 他表示神韵激发他创作的灵感 今天有机会来去接触这种表演 那我觉得也是另一种体验 我是觉得他有一些内涵是 可以去触动我们心灵的层面 可是一时也说不上来 他们纷纷表示 等下一次神韵再来 一定还要再来观赏 新唐人亚太电视潘再书林立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